中文字幕 李宗盛 Jo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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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約我來這裡 我最喜歡打球 是不是這樣說 說說你首歌 什麼叫入運 接下來這三首歌都是講酒精 接下來三首 三首都是講不同的酒精 和三種不同的城市病 現在有很多城市病的現象 說一下這些 先說半杯入運 半杯入運是講紅酒的 因為我本來用國語寫的 國語版叫紅藥水 對 香港版就改了半杯入運 有一首Sake叫一杯入運 對 沒錯 這個名字挺貼切的 半杯半杯上心頭 一喝一套家從內疚 有一天去看日出 去沖岸角 行山那次 那次 對 那個MV 那天看日出 但那時候都呸呸呼 那時候 喝到早上 跟朋友上去沖岸角看日出 他帶了個機 因為他喜歡拍攝 帶了機拍 然後看一看 哇 拍出來 挺漂亮的 不如嘗試放我這個新Demo 剛剛寫的 那時候 放了進去 也對 也很合適的 那些畫面 然後就扔了給Edward編曲 然後收到編曲 回來再剪一段片 就是基於編曲的節奏 沒有試過的 沒有 因為以前的時間 又配合不到 而且今次我們沒有結束 所以我們用了很長時間 做這個項目 做好它 總之沒有Deadline Deadline是自己設定的 以前就因為有Deadline 可能有很多因素 通常都是做完一首歌才拍MV 而且今次這些片段 我沒有打算用來做MV 所以整件事才是天意的配合 但這首是無論曲和詞都很設定 其實是否有甚麼想說 悔咎 喝完酒第二天的悔咎 經常說以後不喝了 但是幾十年左右 會重複的 這件事 不會改變的 而且現在不會不開心 一定要開心才喝 因為不開心那段時間 不會喝 以前試過二十多歲 不開心喝就哭 喝也會哭 但現在沒有了 而且現在身體 即是四十歲 身體現在不容許我喝那麼多 我會開始頂不住 Everybody's waiting for that happy hour 剛才你說還有兩首單曲 都是關於酒的事 另外一首叫happy hour 因為其實happy hour不是happy 是慘歌 因為如果你整天那麼happy 你需要什麼happy hour 就是因為大抑壓 就要happy hour 所以應該叫unhappy hour happy hour其實是吃完飯 但真的自己和朋友 那些才是happy hour 慘歌 其實是想說 每個人在生命裡 都是looking for Everybody's waiting for that happy hour 每個人其實是喪屍 喪屍地上班 下班 happy hour 那這件事 就是想說 每個人其實 追求在人生裡的happy hour 但是那個過程 令到你不happy 那為什麼呢 去到最終你達到你那樣東西 其實都不會說真的好玩 其實偶像派有一點是 令到香港有一點退步 惡壇 就是差點說句 唱著歌 那些人吃甜品的就走 唱著的時候就走 扔一些刺子上來 濕刺子都扔上台 試過了這些所有 但是呢 開始是有點不舒服的 始終就是 就是…尊嚴 你也不想聽我的唱歌 為何在這裡唱這首歌